中国官方对外宣称新加坡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新加坡根本没有这样讲 好不好大家不要相信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幻觉 新加坡外交部的这个官方网站上面 他的这个英文的文稿 就给cue出来 一直有一个很清楚的 很坚定的这个 一中政策的这个立场 然后新加坡是反对 is opposed to 台湾independence 反对台湾独立 人家讲的是真的 结果你外交部带头在那里散布假消息 带头认知作战 新加坡明明就反对台独坚持一中政策 然后你说没有 你那个外交部还出来说没有 这个才叫对台湾认知作战好不好 欺负台湾人不会看英文吗 我的妈呀 新加坡总理黄巡才在秘鲁举行的这个APAC峰会 场边会晤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会后中国官方对外宣称新加坡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坚定恳守一个中国原则 那外交部就表示 今向新国查证后 全非事实 严正驳斥 并谴责中国再次带 他国发表不实的涉台言论的行径 那这个应该是外交部有发一个这个新闻稿 对不对 太平洋思 有关中国借APAC等重要国际场合散布 贬义我国主权且混淆国际视听的不实言论 不实谬论 外交部严正博士 还特别严正博士 新加坡总理黄秦才没有这样讲 什么反对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经查证新加坡政府并没有发表此等言论 中方说法显非事实 外交部特别发这个声明 然后再批评中国 中国怎么可以混淆国际视听 这个散布贬义我国主权的不实言论跟谎言 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跟驳斥 就外交部发声明 新加坡根本没有这样讲 好不好 大家不要相信 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幻觉 来我们就很麻 这个本台就很急车 本台就把新加坡的 这个叫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新加坡外交部的官方网站上面 他的这个英文的文稿 就给cue出来 这个黄寻才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son 习近平 黄寻才跟习近平会面的这个新文稿 本台呢 就把这个英文的这个原稿 也给cue出来 然后在下面 最下面这一段 这个黄寻才 And 习近平 also discuss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区域的跟国际的发展 黄寻才跟这个习近平都有讨论 包括 Including the importance of upholding the rule-based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怎么样维持这个 就坚持这个 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的国际贸易关系 就是我们要 要维持这样子 多边 以规则为基础 应该是APEC 或者是 世界贸易组织 的这种 架构为基础的 这种国际贸易秩序 And the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in the Taiwan Strait 还有以规则为基础的 台海关系的 台湾海峡关系的发展 最后画红线的这一段 Singapore has a clear and consistent One China policy And is opposed to Taiwan independence 新加坡有一个 一直有一个 很清楚的 很坚定的 这个 意中政策的 这个立场 然后 新加坡是反对 is opposed to Taiwan independence 反对台湾独立 TMD新加坡不就这样讲吗 你是在 公三小朋友 当大家看不懂英文 这个我们的这个外交部 你还好吗 你严正驳斥 新加坡的讲法 新加坡明明就这样讲啊 他在他的这个 外交部的官网上 他也讲了 他就 他就坚持一中原则 反对台湾独立啊 那所以这个 中方对外宣称 对啊 新加坡坚持一中原则 反对台湾独立 人家讲的是真的啊 结果你外交部带头 在那里散布假消息 带头认知作战 我想真的 就算这个新加坡 他没有在他的官网上这样讲 你 我们的外交部赶快出来 新加坡没有这样讲 你就是逼着新加坡出来 就是再讲一次 新加坡 何况今天新加坡 就是有这样讲 你真的是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 有够丢脸的 你真的是 反正是不是你觉得你的支持者也看不懂英文 反正他们也不会去看 反正就 不然新加坡没有这样讲啊 就没有这样讲 你就逼着黄群才下一次在公开场合就这样讲给你听 然后你在我没有听到 还是你在迫于中国的压力 我们谴责中国 你这是老套路嘛 有够不要脸的 我真的是 你好意思哦 然后这个也是很好笑 这个也是很好笑 习近平跟拜登会面 这个新闻也是 习近平跟拜登在APEC会面 OK 然后进行任内最后一次会晤 习拜会嘛 会后中国官媒央视报道 不只央视 新华社也有报道 习近平提及赖清德总统 就是说 赖清德总统 赖清德当局 是这个台独的立场啊 怎么样啊 然后国安局局长蔡明燕指出啊 不排除是中共外交部官媒刻意的认知作战 相同情况也发生在新加坡总理与习近平的会谈 谁在对谁认知作战啊 我的妈呀 好来这个 央视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 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胜之又胜的处理台湾问题 明确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啊 这个是央视还有新华社都有这样报道啊 那不知道为什么赖清德政府特别对这个特别是怎么样 反应特别大 就是习近平哪有在跟拜登会面的时候 哪有谈到赖清德的名字 没有啊 重点是没有啊 他没有谈到赖清德的名字啊 你们这些 就是我们已经查证了 就是这个蔡明燕说 我们查证了 这个是中国官媒刻意的认知作战 他根本没有提到习近平根本没有提到赖清德的名字 跟拜登会晤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赖清德的名字 所以就开始在扯 就是说你央视认知作战 新华社也认知作战 习近平我们这边调查 根本没有提到赖清德的名字 我觉得这也很好笑 这跟这个新加坡总理黄星才那个一样好笑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央视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认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 是不是 所以意思是说 习近平不觉得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是台独本性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央视 央视曲解了习近平的意思 习近平其实觉得赖清德很好 习近平没有 不觉得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是台独本性 央视乱讲 你那个 这个 蔡明燕 这个你是这个意思吗 国安局局长你是这个意思啊 你是说中共是认知作战 就是这个官媒这边是在认知作战 其实习近平是不觉得赖清德是台独 觉得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不是台独本性 曲解习近平了 我想你们去 去 去讲这个干嘛 就算习近平跟拜登 他真的没有提到这个 这个赖清德 的名 就算习近平跟拜登 他没有讲赖清德的名字 但是只要今天央视跟新华社 看出来 以习近平的名义 看出来习近平的言论 你觉得央视跟新华社 会没有经过习近平的允许吗 习近平会反对 央视跟新华社 你们曲解我习近平的意思 有可能吗 这个央视跟新华社 看习近平的言论 会跟习近平的意思违背 你头壳坏去了 我讲真的 民进党 赖清德当局你们到底在干嘛 你们是已经慌了是不是 所以 就你已经整个 没有步了 是觉得 哇 习近平 当着拜登的面 讲赖清德 是这个台独的这个本性 这个事情 真的很严重 我怎么这样解读 就是民进党当局觉得 习近平 把赖清德的名字 这样讲出来 是台独这个本性 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赖清德 这个民进党慌了 就不行 我赶快要否认这个 习近平没有讲出赖清德的名字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你越否认 就好像你否认黄群才一样 他下次就公开跟你讲 这有意义吗 习近平下次就公开跟你讲 你否认这个干嘛 你不是很骄傲 要维护台湾主权吗 你怎么样 你现在习近平说你是台独 你要说 没错 但我是坚持台湾独立 不是 我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主权 好不好 你说我是台独 大家都是台独 好不好 我就台独 好不好 但我维护台湾主权 赖清德你在怕什么 你到底在怕什么 我想你去澄清这个很好笑 习近平明天就出来 我还说你赖清德台独 那你怎么样呢 真的是 你已经 你头壳已经坏掉了 而且央视新华社 怎么可能刊登 习近平的言论 是跟习近平的这个 意志是违背的 怎么可能呢 你头壳坏了 你真的头壳坏了 我觉得这个 沈柏阳 沈柏阳又来了 台媒引用中官媒称 习近平点名赖清德 沈柏阳事件可能后果 沈柏阳提醒 台湾现在属于 随时可能被入侵的国家 不是被战才能维护和平吗 那随时可能被入侵 这样怎么维护和平 这个赖清德才跟这个高中生讲 赖清德这个方式可以维护和平 沈柏阳你这样子跟赖清德的讲法 又不一样 没有啊 赖清德是讲 台湾现在是可以维护和平的国家 好不好 但沈柏阳说随时被入侵 所以到底是 危险还是不危险 你搞得我好乱啊 好啦 如果在危急时刻 台湾媒体把 这个中国官媒的内容 当作报纸内容 广泛发在台湾发送 就会属于国安危机 也就是说因为今天 我不知道是联合报 还是中国时报吧 就是在头版就是讲 就是习近平在习拜会上面 讲赖清德的名字 要认清楚赖清德跟民进党 当局的这个台独本性 习近平提到赖清德的名字 这个新闻 当报纸的这个标题 就是你怎么可以把中国官媒的这个内容 当报纸的标题呢 你这是在认知作战 为什么不能 新华社跟央视 只要他出来发布的消息 就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吗 你头壳坏了啊 人家只是把事实给呈现出来 为什么不行 难道你觉得习近平说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是台独的这个本性 这个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吗 习近平没有这样认为吗 我的天哪 人家只是把中国官方的这个立场给讲出来 就是这个是新闻嘛 他把这个事实呈现出来 这叫认知作战 到底谁在跟谁认知作战啊 新加坡明明就反对台独坚持一中政策 然后你说没有 你那个外交部还出来说没有 这个才叫对台湾认知作战好不好 欺负台湾人不会看英文吗 我的妈呀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富贫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附路全窍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